小花刚刚从前方得到消息 2023款的英菲尼迪QX80正式曝光 作为日产图乐的高阶版本 这款车从外观到内饰都完成了蜕变 做引入的全新设计风格 也让这款车的新鲜感爆棚 据悉这款车有望在今年的下半年 引入国内市场 未来的对手也将锁定了宝马X7 奔驰GLS 可以看得出来 在融入了全新的设计元素之后 整部车更有活力 在正面 前包围与格栅形成了双立体式的结构 配合格栅内部的锁链状布局 也带来了明显的艺术性 它的前包围对整个前脸带来了极强的包裹性 新车首次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 这也是英菲尼迪全新的尝试 目前关于这款车的尺寸还没有准确的数据 但我们从上图的角度上看 身形相比以往要修长太多了 而且匹配的贯穿式的线条 也让整部车更加规整 为了凸显出未来感 新车的门把手也采用了这种隐藏式设计 配合整个轮媒带来了高颜值的效果 到了车尾 刀锋式的尾灯带形成了贯穿式布局 后包围与车头也正好形成呼应 进入到内饰 这款QX80与新图勒保持了极高的相似度 但毕竟定位要更高一级 所以内部的细节表现要更完美 内部的整个颜色以橙色系为主 配合打嗝状的纹理 带来了更高级的感觉 显示区就比较常规了 新打造的液晶仪表盘 无论是显示效果 还是显示内容的丰富程度上 都堪称上乘 荡杆与车身采用了分体式的布局 这样增加了灵动性 全车配备了升级版的超级大沙发 对于舒适性的把握 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动力上 新车将匹配一套3.5TV6双欧轮增压发动机 加48伏轻混系统所组成的动力组合 传动系统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并配备4区系统 有消息称 新车也有望首次推出纯电版车型 供消费者选购 并配备100千瓦池电池组 最大续航里程可达300英里 同时 这款车有望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引入